救護車上裝設葉克模準備轉往802高雄國軍總醫院 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所屬的裝甲564旅 21號傳出意外 蔣信士官跟全信士兵 在執行三軍連訓基地戰車鑑定時 疑似因為戰車砲塔穩定系統異常 遭到砲管撞擊 蔣信士官腹部挫傷 但生命經向穩定 全信士兵情況較為嚴重 根據急診醫師表示 全信士兵身上沒有明顯開放傷口 但胸部背部有壓傷情況 到院時已無生命跡象 經搶救家莊葉克模 已在轉往高雄國軍總醫院 由於軍方懷疑事發原因 不是單一因素導致 目前已由司令部協同軍團 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而總統蔡英文也指示國軍單位 務必全力救治照顧受傷士官兵 並徹底釐清事發原因 原則新聞老實許家榮 屏東縣高雄市採訪報導